内行故事低调说今天介绍一部 小伙拥有一双阴阳眼 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怪物 最后拯救小镇的电影 小镇怪哥托马斯 话说男主角卷发哥是一个快餐店厨师 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做饭 陪着客户聊聊天 可是在卷发哥平凡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的能力 那就是他从小具有阴阳眼 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鬼魂 这种能力遗传自他的母亲 可是他的母亲由于因为暴露超能力 别人都认为是神经病 直接抓进了精神病院 因此这么多年来卷发哥一直隐瞒自己的能力 可惜数欲尽而风不止 还是经常有鬼魂找到卷发哥 希望卷发哥帮他们神圆啥的 这天卷发哥刚出门 就遇到一个冤死的金发妹子 金发妹子拦住了卷发哥 说自己死的惨啊 他被一个富豪谋杀了 结果这个富豪居然还在逍遥法外 被金发妹缠的没有办法 卷发哥炒答应帮忙 把富豪绳之以法 这天他在马路上拦住了富豪的车 直接把那天的犯罪戏结束给富豪听 富豪作贼心虚准备跳车逃跑 卷发哥当然是追了上去 在经历一番搏斗后 卷发哥终于制服了富豪 并且把他送给了镇上的警长西装阁处理 处理完了金发妹子的事情 卷发哥吹着口哨莫夹斗 不走到半岛 忽然遇到一群没有眼睫的鬼魂杂结 他们直接把卷发哥抬了起来 吓得卷发哥直接从梦中坐了起来 虽然只是做梦 但是卷发哥依旧表情凝重 因为他还拥有预言的能力 他做噩梦 往往预示着会有怪物出现 果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卷发哥发现餐馆里出现了很多 代表灾难的地狱怪物 这些怪物通通围绕着一个胡子哥徘徊 卷发哥顿时就觉得事情不对劲 于是偷偷跟踪胡子哥来到了他的家 这里卷发哥直接发现了地狱出口 无数的地狱怪物正在房间里徘徊 卷发哥立马搜索了胡子哥的家 结果发现了无数胡子哥的犯罪资料 原来他是个变态杀人狂 这么多年已经杀死了无数个普通人 而根据胡子哥资料的日历判断 并将胡子哥八成要再次策划一场杀人案件 恰好这是胡子哥的手下来到胡子哥家 卷发哥吓得赶紧溜走 然后把这个情报告诉了警长西庄哥 觉得西庄哥会搞定一切的卷发哥 却跑去找女友宝儿姐谈恋爱了 没想到他忽然看见胡子哥向自己冲过来 吓得卷发哥赶紧带着宝儿姐逃走 随后他又将这件事告诉了西庄哥 西庄哥也认为事情有点不对 就派出警员文生哥专门去调查这件事 结果刚从警局出来的卷发哥 却在自己家里发现了一把枪和胡子哥的尸体 经过检查卷发哥发现 胡子哥早就死了好几天 这就说明白金袭击他们的根本不是胡子哥 而是胡子哥的鬼魂 不过性格谨慎的卷发哥立马意识到 胡子哥的尸体出现在自己家 这时有人要陷害自己 于是他慌忙转移了尸体 他将尸体用汽车送到了废弃监狱中藏了起来 就在此时 警长西庄哥也遭到了蒙面人的袭击 蒙面人直接向警长的胸口开了三枪 幸会警长胸口带着一个铁片 挡了两发子弹 才幸运的活了下来 卷发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越发觉得小镇被一个巨大的阴谋笼罩 为了查出线索 卷发哥只好再次来到胡子哥家调查 结果他却在胡子哥家装的冰箱里 发现了无数人类的牙齿 这下更加做实了胡子哥是个变态杀人狂的事实 可就在此时 胡子哥的鬼魂再次出现 冰箱和家具堵住了房间的门 然后打开没记 准备炸死卷发哥 卷发哥被他吓得赶紧挑窗逃走 在卷发哥挑窗后 房间里发生了爆炸 而卷发哥则惊魂未定地开着汽车离开 这下线索全部被毁 唯一的线索就只有胡子哥的盒犯了 没有选择的卷发哥只好忍着恶臭 再次去检查了胡子哥的盒犯 结果在胡子哥的盒犯上 发现了跟警察纹生哥同款的纹身 这下卷发哥才明白 警察纹生哥才是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 胡子哥是因为泄露线索 而被自己的铜火纹生哥灭了口 而胡子哥却把自己的死归 就给了多管闲事的卷发哥 所以一直缠着卷发哥想要报复 于是卷发哥立马利用胡子哥身上的线索 推理出来他们制造灾难的地方 就是行人最多的商场 卷发哥赶紧开车赶了过去 结果真的埋伏到一个蒙面人 一棍子打晕了过去 解开他的面具 卷发哥才发现 这人也是小镇的警察金发哥 他说这个小镇的警察系统到底有多烂 没几个警察 也多半都是犯罪分子的卧底 打倒金发哥后 卷发哥拿着枪来到大厅 试图阻止灾难发生 而随时超市的墙角 开始涌出无数代表死亡的地狱怪物 律使着将要发生灾难 这个时候 一个手持自动步枪的蒙面人 开始枪击这些逛街的路人 路人们纷纷尖叫着逃跑 可是大门却被人锁住 这群地狱怪物喜欢看到人类领喝饭 因此帮助蒙面人包围了卷发哥 不过卷发哥也是不怂 他凭借着自己的主角光管 在无数怪物的干扰下 居然一枪干掉了这个蒙面人 不过蒙面人的阴谋并没有被阻止 在超市的地下室里 此时就埋藏着足以炸平超市的汽车炸弹 而炸弹的倒计时时有两分多钟 为了拯救小镇的居民 卷发哥不顾危险想要开车离开超市 结果却又被赶来的文生哥阻止 文生哥朝着卷发哥一通枪击 还是击伤了卷发哥 但是卷发哥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还是咬着牙开车离开了超市 不过文生哥也扒载车边跟着跑了出来 文生哥为了阻止卷发哥开车远离超市 直接跳上副驾驶 结果机智的卷发哥则趁机跳下了车 最后车子禁止开下大桥 最终文生哥和汽车炸弹当场同归于尽 就这样 卷发哥成功拯救了小镇 跟自己的女友宝儿姐 过上了没修没少的幸福生活 但是在几天后 西装哥突然上门 说卷发哥已经可以去看 宝儿姐的和饭最后一面了 这一瞬间 卷发哥才意识到 宝儿姐早在盲面人 在商场胡乱开枪时 已经中枪身亡 这些天跟他幸福生活的 根本就是女友的鬼魂 得知真相的卷发哥 那是眼泪流下来呀 不过眼泪虽然流不住宝儿姐的鬼魂 很快宝儿姐就走出窗外 在卷发哥的目光中 化作蝴蝶消失了 自此全局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拥有阴阳点 确实是个不错的体验 去当个侦探 绝对是福尔摩斯级别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